接下来再看持续跟疫情作战的中国大陆 他们现在不断的缺药 在四川很多社区发起共享 把多余的药捐出来给需要的住户 对疫情的恐慌也产生了 很多医生都接到 明明是快筛阴的人 却一直说自己头痛 发烧应该快确诊了 医生诊断 这类的人已经出现了患羊症 幻想自己确诊羊的病症 现在德国送出第一批 给中国大陆的BNT疫苗 让BNT疫苗成为第一个在中国大陆 获准使用的西方新冠疫苗 不过中国方面只允许 让拘留大陆的德国公民接种 大概就是两万人左右 班机从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起飞 再送往中国大陆的首批BNT疫苗 同时德国方面也证实未来几周内 在中国大陆的德国公民就能施打 经外交渠道获中方通知 允许德国公民在中国接种这批疫苗 预计大约有两万人受惑 BNT疫苗成为第一个在中国大陆境内 获准使用的西方新冠疫苗 上个月德国总理肖子出访北京 当时BioNTech执行者也随行出访 大力推荐自家疫苗 德国原本还表达能运送几亿剂疫苗 协助中国大陆抗疫 但中方并未接受 最终只现在中国大陆的德国公民接种 世界卫生组织周三在记者会时 表达对中国大陆疫情的关注 认为中国大陆对新冠死亡判定过于狭隘 会导致无法掌握疫情状况 现阶段染疫潮并非完全是松绑防疫奏程 主要还是中国大陆国产疫苗保护力不足 加上长者接种率过低所致 家人有人发烧 早上买菜我看到了说有药 我来排吧 六瓶 多少钱买 三块七 凌晨五点半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药店都拿到了这批对应的退热的药品 那么我们药店也做好了相应的拆零的准备的工作 没有强大的免疫后盾 应对感染潮只能不断想方设法 药荒让大陆各地几乎都使出限购策略 拆包装领售方式 南京的药局每人限购六颗 上海还幸运些 部分药局一个人能买两瓶 在四川绵羊 则有不少社区发起共享药箱 住户们把剩下来的或是囤积过多的药品拿出来捐赠 今天捐了一些布罗芬缓解胶囊 还有一些止痛药 因为之前囤了比较多 然后我觉得这个药挺管用的 所以说就过来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而在武汉也有社区利用群组住户间相互求药 谁家多了 康复后有剩下的就拿来敦青木林 随着感染的人越来越多 担心哪天就轮到自己 大陆社会弥漫对疫情的恐慌 甚至连没有感染的人也出现患阳症 大陆不少医生就表示 明明快晒阴性 还有许多民众觉得自己头痛发烧快痒了 戴着面瓶 戴着手套 拿着酒精 甚至戴着这个一次性的雨皮过来看的 那明知道自己也没有 但是他自己克制不住 就会感觉自己是不是痒了 对疫情到达如此焦虑程度 医生建议民众应该调试心态 做好自我防护 不然恐怕因为患阳症 让免疫力降低 情绪对免疫力的影响是最大的 因为情绪不好的时候 免疫力就是说的抑制 那个患阳症 所谓的疑病或者是强迫等等一系列 可能还真的就容易感染 除了现阶段染疫潮的混乱 外界也关心大陆核实解禁入境隔离措施 香港卫视报导是明年1月3号起零加三 而成都也传出有饭店通知旅客 集中隔离从5天变2天 居家隔离则从6天改8天 但大陆外交部被问到时 没给明确时间点 我们将英时英式为跨境人员往来 提供更多便利 大陆国门开放又待正式宣布 而在香港则有进一步放宽酒吧 主题乐园和戏院等取消85%限流规定 虽然人数限制取消 但还是得平疫苗通行证放行 这不放宽恐怕效益有限 香港旅发局数据 今年1到10月仅有33万旅客返港 要回到疫情前2019年的5600万人次 还需要更多努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队订队